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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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11點 是零九八二三四五三八五 這最大雅要交給你 alles enslaved 最後 Enfin一包蠟蒞就夠了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就來打開這個包裝 打開這個包裝 讓我們看一下 這個必勝客的拉麵披薩 首先先讓我們看一下 這個點心歡樂想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也自己搞不太清楚 到底是什麼東西 哦 他這是四個 這個這個 應該講說他兩個小雞腿 然後在這個 這應該是雞腿 那麼接下來呢 讓我們來看 主角 主角 登登 來了 這個就是拉麵披薩 到底是薄脆 薄脆皮 所以他的這個皮 就是比較薄的 就是這樣 然後上面的料呢 真的就是放拉麵 然後還有叉燒肉 然後中間還放一顆 那個半熟蛋 現在呢 就要準備試吃了 我就先 拿一塊起來吃 大家看到這是薄脆皮的 這是薄脆皮 然後 近一點 近一點給他看 然後上面有拉麵啊 叉燒啊 叉燒 然後 還有筍乾 大概是這樣 好 OK 那我現在就開始吃了 這味道還不錯 真的是像在吃一碗拉麵 他應該就是把那個拉麵 沥掉湯之後就直接放在這個 這個 披薩的皮上面 然後進去 然後這個薄脆 披薩的這個薄脆呢 其實 並不脆 可能是因為這個拉麵的水分太多 這樣 看 蠻好吃的 其實蠻好吃的 然後 這叉燒肉也不錯 這個叉燒肉 這叉燒肉不錯 但是吼 就比較偏薄 比較偏薄 其實吼 各位朋友要是有去吃一些那個 日式拉麵店的那個拉麵 拉麵的叉燒肉會比較厚一半 譬如說像我家附近有一間 尹家 叉燒肉這麼厚 尹家真的非常厲害 他每天喔 中午跟晚上 吃飯時間外面一定排滿的人 這樣子 排隊排得滿滿的 我完全沒有在在乎就是說 欸 到底 前面我可能要等多久 反正排隊就是了 一堆人在那邊排隊吃 等著要進去吃 真的是 尹家真的是 生意超級好 連前幾個月因為那個武漢肺炎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不太敢出門 然後很多店家都在喊就是說 最近生意很差 尹家生意 一樣好 一樣在外面大排場 每個人戴口罩然後在那邊排隊 好搞笑 他拉麵 就真的是 日式拉麵的那種 那個那個那個 小麥麵條 他這個 還不錯 其實齁 我在吃拉麵的時候 我喜歡吃 比較有嚼勁的麵條 那這個麵條稍微偏軟一點點 但是我沒有說真的很爛爛的 我再吃一塊 那這一塊的話 上面就是有 比較多 這個麵條稍微偏軟一點點 給大家看一下 蠻好吃的 其實蠻好吃的 可能大家會 會覺得他惡搞 但我覺得真的是不錯 講實話 真的好吃 我喜歡這個味道 我真的蠻喜歡的 味道還蠻多啊 我撒這個辣椒粉看看 看那個味道能不能再 再跟那個 一個底色 哇超讚啦 味道飄出來 哇 超棒的 各位朋友 吃的很好吃 真的不要覺得他奇怪 然後不要山蕭湯 你吃過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緊張 我會覺得很不入 我要再吃一點 我把這個蔥花板放上去 因為這個辣椒粉 其實不怎麼加 超棒 超棒 超讚 超棒的 好好吃 滿足的 超棒的 快吃 我加小塊一點,然後我把這個半熟蛋 留給我老婆吃 這樣 超棒的 辣椒輪灑上去 看沒有,看得用 好辣 好辣椒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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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